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什么是光呢 光是指一种电磁波 它的频率范围介于384THz到769THz之间 一个THz相当于10的12次方 而其对应的波长大概是780Nm到390Nm范围间的电磁波 此范围的电磁波利用人类的肉眼可以看得到 当然每个人的眼睛其能见到波的长度也有些差异 有人可能看到比较短的波长 有的人则较长 平均而言就是一般的能见度大概在这范围之内 而电磁波的屏幕范围来看 光的范围其实占得非常小 也就是中间的部分 频率较高的部分称为紫外光 频率比较低的是Infra的 其红外线 一般光学处理的重点通常在可见光的部分 但有时候也会涉及紫外光或是红外线的部分 光通常是有一个被激发的原子或分子系统 其被激发之后要迁所发出的电磁波 被典型的粒子炉、电灯或是原子灯等等 但是还有最近的星空从Radiation 同步辐射也可以产生光 但是其机制并不是从原子或者分子要线所产生 我们来谈谈电磁波的数学表示方式 电磁波包括电焊磁两部分 而电跟磁都是向量 以Maxwell电磁方程式来表示 它基本的一个模型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方程式 并用三角函数cos来表示 一个电场的最大值就是它的正幅 10是一个向量再乘上一个cos 而cos里面包含kr两部分 k是指它的wave vector 其2π除以它的land 它是一个向量也是光传递的方向 而r就是你所在的那个位置向量 然后减掉omega t omega是指这个电磁波的频率 t就是指时间 最后还有一个向位epsilon 因为电磁波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向位上的差异 而产生着最后的向位 相对的一个变动的电场 也会引导出一个磁场出来 因此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磁场跑出来 而它有一个向位epsilon b 如果我们用图可以表示成这样 箭头是电磁波的传递方向 在电磁波中向位十分重要 虽然只有相对的向位是有意义 而绝对向位是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常利用这样的数学式来表示 电场跟磁场的相互关系包括 电场和磁场的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两者的量插了一个参数v v就是这个电磁波传递的速度 因此在讨论光作为电磁波时 我们通常习惯上是用这样子的数学表示方式 由于电磁波是一个波 藉由前进新能量就会被传递出来 因为电磁波包含了电场也包含磁场 而电场跟磁场里面包含了能量 因此电磁波是用来传递能量 如果我们循着电磁学的基本原理得知一个电场 会在空间上产生一个能量密度 而此能量密度是μ1等于ε0 1的平方除以2 磁场得知μb等于b的平方除以2μ0 因为整个电磁波的能量不仅包含了电场的部分 也包含了磁场部分 所以我们把两个加起来 经过刚刚讲的两个之间关系之后 我们可以把总和写成ε0乘上1的平方 或者1的平方除以μ0 即为此电磁波的能量密度 我们刚刚讲到电磁波是持续在前进的 所以它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是c 也就是光速 那如果我们把c乘以u的话 也就是整个强度intensity 强度intensity指的是单位面积中 此电磁波所提供的功率power 注意到这是一个单位面积power叫做intensity 而不是total power 所以说我们是把能量密度乘光速得到一个s 这个s就是这个电磁波的intensity 经过化解之后 intensity你可以写成s 即1b除以μ0 那因为刚刚讲intensity是能量的传递 就是波整个是在传递能量 所以s也是一个向量 它的方向在上一页图示里 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它是和b也是和e垂直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量定义成pointing vector 就是所谓的pointing向量 它指的这个向量表示了这个电磁波传递的方向 同时也表示这个电磁波的intensity 它的方向以遵守右手法则得知s的方向 都和两者是互相垂直 所以可以写成e closeb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图 p3页电磁波的intensity 是随着根的成绩有关